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我是今天课程的讲师Clark 咱们本节课呢继续安卓高仿大众点评网项目的实现 那么咱们在上几课当中呢已经讲了一下这个欢迎页的一个延时跳转 咱们使用Handler和定时器 那么本节课呢咱们来说一下这个导航页卡的一个滑动实现 那么这个导航页卡咱们会用到哪些知识点呢 首先咱们会用到这个ViewPager ViewPager的一个使用 以及在ViewPager当中咱们怎么去对这些数据进行适配渲染 那我们来到项目当中 在写咱们今天的项目之前呢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这个例子 比如我们点开大众点评之后 三秒跳转到我们的一个欢迎页 这是我们第一次安装 大家在这个欢迎页 也就是咱们的导航页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实现这种来回的页卡滑动 在滑动过程当中呢 我们就可以简单的去了解一些App当中它的一些闪光点 同样我们在最后出现一个按钮 点击按钮我们跳转到下一个页面 但是呢我们在之前的页面当中是不存在这个按钮的 OK我们来点击最后一个按钮 点击跳转来到我们的首页 这个效果我们来实现一下 比如我们就在这个clink当中 我能创建一个类 咱们就叫做welcome goodact 同样我们让它继承自activity 重写里面的oncreate的方法 同样我们使用set contentview去设置一个内容页面 这个布局页面呢我们来写一下 在我们的layout当中创建一个布局 比如我们起一个名字 咱们就叫做welcomegood 那么我们把这个跟节点呢 给它改成reality layout 因为我们在最后一个位置 有一个按钮的出现 并且它还存在于我们这个布局当中 所以我们就直接先使用这个reality layout 相对布局进行排布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是不是填充一个页卡 这个页卡又叫咱们这个viewpager 那么它所在的包是咱们android.support .v4view包下面有一个叫做viewpager OK那这是咱们所在的包 以防大家出错呢 你们可以来到咱们这个私有类库当中 它是存在咱们这个androidsupport的v4 同样在这里面有一个view包 这里面有对应的咱们的viewpage 大家可以在这里面对应的去把这个标签写出来 这个标签稍微偏长一点 那我们写到这里面了之后 我们给这个标签定义一个id的属性 比如我们就叫它pager 同样我们前面给它做一个修饰 咱们叫做welcome.pager 它的宽度呢 我们给它match parent 高度呢 我们也给它match parent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 在这里面其实是存在一个viewpager的 同样我们在这个下方位置呢 给它定义一个button按钮 咱们叫做well com.gad.btn 点击立即进入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按钮当中呢 其实还有一些了颜色以及大小的变化 后续的这些效果完善 咱们在最后再来说 那么同样我们可以在这个对应页面当中呢 对这个布局进行关联 咱们叫做welcome.gad.com android manifest当中 welcome.gad.com OK那么回到我们的页面当中 大家对于我们的空架初始化 咱们之前已经引入了这个xutu框架 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进行使用 那么我们在前面呢 就给它声明一个button按钮 咱们起个名字叫做btn 以及我们的view.page 我们起个名字就叫做pager 那么使用注解的形式 给它关联起来 比如我们使用view.inject id进行绑定 我们i.id.绑定咱们那个welcome.gad.btn 同样的我们在这个pager上面呢 也给它使用注解进行填充 view.inject 我们使用r.id. 咱们叫做welcome.pager 那么在这个页面当中呢 我们就要使用一个view.tools 调用它的inject方法 填充咱们的this OK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点击按钮也要实现一个效果 所以我们也给它加一个unclink的注解 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叫做clink 在这里面不要忘了 它的一个从载的参数view 那么在这上面呢 我们给它添加这个id r.id.到底给哪个空件添加 咱们这个点击的一个监听 那么添加了这个监听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这个空件我们已经初始化完了 那么我们怎么去使用这个welcome.pager呢 这时候我们就要对这个welcome.pager进行初始化 当然我们这块已经进行了 咱们这个view对象的一个绑定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对这个welcome.pager进行初始化 初始化welcome.pager的方法 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封装一个方法 咱们叫做void 我们叫做init.welcome.pager 那么同样我们在这个unclink的方法当中 我们去调用这个方法 那么大家可以从这里面看到 我们这里面每一个其实都是一个view视图 并且我们在这个页面的视图呢 已经在之前的时候给大家放到了这个htpi当中 它每一个都是一张图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在这里面的出现的其实都是一张图片 那么怎么去把这些图片放在咱们的welcome.pager当中呢 这时候我们去定义一个list集合 里面放上咱们的一个view对象 当然我们在这边填充的是一个imageview 那我们在这个init.view.pager当中呢 对我们的list集合进行一个初始化 同样我们要把三张图片放进去 这时候我们就拿到这个imageview 首先我们定义一个imageview 使用咱们当前的contest对象this 再给这个image对象呢 设置它的一个image resource 设置我们的图片资源 我们使用22点drawable点 拿咱们的get01 并且呢我们把这个定义好的这个imageview对象 给它填充到我们的list集合当中 OK那么大家我们在这一块呢 已经填充了三个imageview对象 分别对应我们的get01get02以及get03 那么这时候我们的一个数据源 就已经放在这里了 list集合已经被初始化完毕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使用viewpager的时候 我们就要使用一个方式 叫做pager点 一个叫做siteadapter 同样它也是使用适配器的形式进行实现的 但是呢这里面的适配器 咱们使用到的是一个叫做pageradapter的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下方给它使用一个class 比如我们定义 viewpager的适配器 那么我们比如叫做mypageradapter 让它记成字 首先咱们回忆一下在之前使用自定义适配器的时候 我们会让它继承自baseadapter 但是呢我们在这一块位置呢 使用到了一个叫做viewpager 它继承的是一个叫做pageradapter 在这里面呢同样也是根据一种实现 实现一些未实现的方法 抽象的方法里面 首先拿到的是一个getcount 计算需要多少 item显示 那么我们这个getcount的方法呢 就是咱们的list集合里面的view的个数 所以我们使用的是一个list.size 那么接下来 isviewfromobject 这就是将咱们的object对象和view进行对比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使用这个 r个0等等r个1 如果它俩是同一个对象 返回值就是咱们的一个处 那么重写出来这两个方法呢还不够 我们还需要重写两个方法 一个就是咱们初始化item的一个实例 你比如我们在这个viewpager进行滑动的时候 其实你每次滑出来一个页卡 就相当于我们viewpager多出来了一个item 只不过这个item呢显示成是一种页卡的形式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重写两个方法 一个是初始化item实例的方法 咱们有一个叫做instantatoritem 重写出来咱们这个方法 同样我们有一个页卡进行滑动的时候 另外一个页卡就相当于要被销毁掉 所以我们也要重写出来一个叫做destroyitem 当然这里面都有一些被废弃的方法 咱们使用这种替代好的 没有被废弃的方法 那么在这里面呢 分别对应的是咱们这个item销毁的方法 那么在这两个方法当中 我们应该怎么进行实现呢 这时候就需要大家分析 我们怎么去实现这个viewpager的 我们滑动一个页卡进来的时候 其实相当于将一个view对象 填充到我们的viewpager当中进行显示 因为viewpager只能显示一个视图样式 所以呢我们在初始化的时候 需要将我们的view对象 在这边呢 我们的view对象就是咱们的imageview 把我们的imageview放到这个viewgroup当中 viewgroup这边有一个对象定义的就是container 其实在这里面就是咱们的viewpager 那么我们就直接使用咱们这个container对象 调用它的addview方法 添加一个view对象进来 当然我们拿到哪个view呢 使用咱们这个list.getposition 根据传过来的索引位置 我们去拿到索引位置上的view对象 同样它返回值呢 也是一个object 正好就和咱们前面的这个方法进行了一个对比 所以呢我们这里面返回的也是咱们这个view对象 list.getposition 我们拿到当前的一个view对象 那销毁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是不是相当于我们要从这个viewpager当中 将我们之前的那个页卡进行销毁掉 对吧 在我们这个destroyitem当中呢 我们就需要将这个view对象进行移除 在我们的viewpager当中 所以咱们调用的是咱们的一个container 调用它的一个removerview 这里面呢我们传过去这个view对象 使用咱们的list.getposition进行传入 OK这时候呢我们viewpager的适配器就已经写完了 所以我们在这个位置呢就可以使用setadapter 使用咱们这个new一个my pageradapter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将这个页卡进行显示 那么我们先把这个welcomeguard给大家先运行一下 看一下效果 我们呢把这个页面首先被运行 OK 来大家发现我们需要完善的点功能点还有很多 首先我们在第一页的时候不应该出现咱们的按钮 但是它在这已经出现了对吧 而且我们在滑动过程当中 你比如前两个我们还可以滑动起来对吧 但是滑动过程当中突然给我们报了个错 这时候我们就要看一下它给我们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错误 在我们这边呢有一个报错 告诉咱们unsupported operation exception required measured destroy item was not already 说咱们这个destroy item这个方法呢并没有被重写 那么这个方法咱们存在于哪呢 其实就是存在于咱们刚刚写的适配器类当中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destroy item方法 其实已经重写了 那为什么它还给咱们报错呢 这时候就给大家提一个重要的点 就是我们这个销毁item的方法呢 并不是遵照我们系统之前给我们定义的 而是使用我们自己定义的一种形式 将我们的一个view对象从我们的viewpager当中进行移除 所以我们要把负类的这个方法给它注销掉 那么我们再来运行一下 这时候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效果 来虽然我们的按钮还在 但是我们在滑动过程当中其实已经不再报错了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处理这个按钮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大众点评的项目当中呢 它是第一个页面和第二个页面都不出现咱们的一个bata按钮 而在第三个页面才对咱们这个bata按钮进行显示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 我们在定义这个布局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让这个bata按钮给它指明一个visibility的属性 它有三个参数 这三个参数分别是visable invisible和gum visible是可见 invisible是不可见 gum叫做隐藏 invisible在不可见的时候呢 那块区域还是被保留 而gum进行隐藏的时候 这块区域不会被保留 所以我们先使用这种gum的形式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页卡当中 其实已经看不到我们那个bata按钮 那么我们这时候就要来看一下 是不是我们在滑动过程当中 这个按钮进行显示的 对吧 所以我们需要对这个viewpager进行一个滑动的监听 那么怎么进行监听呢 监听viewpager滑动效果 所以我们使用pager 调用它的一个set 比如viewpager 比如咱们setonpagerchange的listener 我们在页卡进行改变的时候 做一个监听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就要实现viewpager类里面的一个接口 这个接口叫做onpagerchangelistener 来我们导入一下包 这里面分别有三个方法 分别是选中以及滑动 还有咱们这个滑动状态改变的时候 之前的方法 那我们在这里面呢 对于这两个方法可以不做实现 因为我们只需要在最后选中的时候 对我们的bata按钮显示出来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就可以使用咱们这个pager onpagerselected 页卡被选中的方法 这个方法一调用 我们就可以让bata按钮进行显示 所以我们首先要根据它传过来的这个参数值 arg0来判断是否为咱们需要看到的第三个页面 而这个页卡显示的第一个页面 所以为0 其次1,2 所以我们第三个页面呢 其实这个arg0 其实代表的就是咱们这个2这个值 if如果我们的arg0等于2的时候 表示如果是第三个页面 我们就让这个bata按钮 我们再按一下 ok 首页面当中大家就看不到咱们这个bata按钮 但是我们回到第三个页面 这个bata按钮就已经被显示出来 ok 这是咱们的一个滑动效果 但是大家这个按钮的一个优化怎么去做呢 来到我们这个布局页面 charmel当中 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已经对这个按钮进行了优化 比如我在这里面给大家设置这个visible 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优化效果 首先它这里面的一些属性 大家应该都会掌握 我们就不再去写了 对齐附类的底部 并且让它水平居中 并且我们让它margin bottom稍微有点距离 比如我们给它80dp background呢 设置它的一个内容背景颜色 因为我们在之前呢 已经把这个背景拿到了咱们这个htpi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god.btn点击立即进入 所以我们把这个button按钮直接拿到即可 那么拿到这个button按钮 再给它来一个pendingleft和pendingright 这时候这个按钮出现的就是在左边的内侧 就相当于有一些内边距 和右边也有一些内边距 这样的话我们就看到了这个button按钮 向两边进行扩充的一种效果 OK withability定义 咱们刚开始的时候还是给它定义成咱们的gong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运行看一下效果 OK 首先我们进行滑动 滑动到第三个页 点击立即进入 当然我们要实现这个点击效果 点击立即进入的时候 该怎么去做呢 回到我们的gong当中 当你在点击的时候 我们回掉了这个clink方法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实现的是一个页面的跳转 这个在之前的时候咱们已经说过了 就是start activity 使用咱们new一个intent对象 我们呢 先让它跳转到my页面 所以刚开始我们使用getbasedcontest 以及跳转到我们myactivity.class OK 这时候我们再去点击的时候 就能出现咱们的一个效果 来我们点击进入 来到咱们的一个首页 那么咱们本节课的支点 讲到这之后 咱们来思考一个问题 你比如我们在第一次运行的时候 看到了这种导航页 但是我们第二次再去运行的时候 是不是就应该没有咱们的一个导航页 对吧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去实现呢 这时候我们就要对这个刚开始 欢迎页面进行跳转 做一个判断 这个知识点呢 咱们会在下节当中给大家带出来 所以呢 我们让它启动这个页面 就可以做了一个更改 我们同样让它启动至咱们这个欢迎页面 并且呢 我们在这个欢迎页面当中 让它跳转 不再跳转到我们慢了 而是跳转到我们的welcome guide 我们在跳转完毕之后呢 也需要对我们这个页面进行关闭 所以呢 我们对这个butt按钮 跳转之后呢 也要调用咱们这个finish方法 结束当前页面 OK 我们第一次运行 它会从我们的一个欢迎页 跳转到我们的一个导航页 当这个导航页 点击立即进入这个按钮 一直行的时候 来到我们的首页 那么我们退出这个应用程序 下次再点击进入的时候 是不是就没有看到我们的一个导航页 对吧 但是这边呢 我们并没有做处理 所以大家来想一下 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处理呢 这个知识点咱们在下节课当中给大家讲到 本节课的知识点呢 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咱们这个麦子学院的课程 好